那我們再來跟各位老師介紹就是免費的圖簿還有Google找圖的小技巧 因為其實老師在準備尤其是你要做講報或者是教材的時候 難免有時候會抓一些圖 不管是插圖還是照片都可以 我先問一下老師好了 老師有沒有都用Google找過圖片 有對不對 請問你平常都怎麼找 你一定覺得我問這個問題很奇怪對不對 對啊 這樣有點小看老師 怎麼可能這個我不會 請問你老師都說用關鍵字嗎 我問你一下你有沒有有一個經驗是 我不知道用什麼關鍵字的 蛤 這個人我看過 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這張圖我有印象 但是我叫不出名字 有沒有 請問怎麼辦 你不能告訴他我有印象啊 哈哈 這樣你還是找不到啊 概略的描述 概略的描述 好好好 概略性的描述 我們來找看看 我看看 啊這一張好了 我看看這 啊來 請問老師 這一張圖的話 你覺得我用什麼關鍵字好 找不到 卡通 海邊 這樣有沒有差很遠 有齁 所以 找圖 是可以有技巧的 你看我一找有沒有找到同樣系列 有齁 而且他還幫我判斷一下 喔 依他所看 這個應該是兒童卡通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哪裡不一樣 原來 找圖片 不要講話也可以 所以老師我看過 不是聽過一個網路的名詞叫 人肉搜索 我這個人我都不認識 可是我怎麼知道他的那麼多資料 除了你有一點點他基本資料以外 看過這個人的照片 也可以用 尤其是如果你要找的人 是在網路上比較活躍的 絕對大部分都找得到 好 那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請你不要用IE做 因為IE不支援 我剛剛做什麼事情 用拖曳的 其實老師平常在找的話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點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圖 平常我們是不是有關鍵字而已 因為我是用拖曳的進來 也就是說老師你先把你的檔案先準備好 按著之後拉到這邊來 但是不能放開喔 你看喔 按著他拉到這邊不能放開 等到瀏覽器是不是打開了 你在拉到上面有沒有發現 拉到上面來再怎麼樣 再放開 這樣老師了解那個意思 那只有IE不行 你用這個火鍋 等一下喔 你用這個火鍋也可以喔 但是IE就沒有用 所以平常我現在用到IE的機會很少 好 那這個呢你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很多 其實 剛剛老師你是自己有一個圖片再把它貼上去 對對對 如果你有 但是沒有圖片 好 如果你沒有圖片 比如說我這樣一找的 欸我發現 可能是這張才是我要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樣用 按著它 拉到這裡來有沒有 好 平常沒有用過這種方式齁 就是 如果你找了一些圖 那我們大部分就是直接用這樣 你都是直接從這邊去找嘛 對不對 可是其實只要它 你看它有亮起來有沒有 你滑過去它有浮起來之後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按著滑出 拖曳過來 也就是說這張圖不見得 一定要先存到我電腦裡面 好 你搜尋到的結果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把它放進來 可以用手畫過之後再轉嗎 手畫之後再轉 那 效果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等一下齁 我這邊這個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找到另外一張 對不對 你如果是這樣子 按著它 拉上來 它就以這一張去找 其實我們常常會需要用這樣去找的一個方式在於什麼 我們今天在找 它有幾種情形 一個是你只找那張圖片 可是我們用這樣的方式是 不只是找圖 是找 所有 網頁裡面 跟這張圖有相關的 所以你可能會會 因為有了這張圖 我順便找到網頁跟它相關的東西 這樣您大概了解那個意思齁 所以這個 這樣對我們來講才會比較有幫助 平常我們關鍵字下去會找到這些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找 跟這個比較相關的 你等它這邊 你按著它 拉上來 有沒有 所以這種方式叫做以圖找圖 比較特別 事實上這個出來已經蠻久了 只是大家沒有這樣用的習慣而已 其實 真的還蠻好用的 所以 這是我們在 這邊 跟大家稍微分享說 其實你找圖就是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除了用關鍵字以外 可以找 那另外這裡面還有很多 就是找一些小圖的一個 那個圖庫 好圖庫 比如說像我們常常要找一些 比如說類似我想要找這種角的啦 對不對 好我們就可以到這個 icon方的 那有些要註冊 有些不用 那不管它 重點是這些 大部分 比較沒有什麼 好版權上的問題 我們盡量找 比如說我想要找這個 Christmas的 好有沒有找到很多 那重點是比如說你看 在這邊 它上面這個啊 你點進去 這裡你都可以下載 我們要建議老師 如果圖片你可以找的話 盡量是找這種格式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平常最常見的 大家都是什麼 JPG對手對不對 可是JPG好用嗎 可以用啊 但是它有個很大的缺點 它是不透明的 所謂的不透明就是說 今天我這個禮物 其實外面這邊 如果是這樣 假設我抓是抓圖片的話 外面是不是抓到白白的 對不對 好那 這樣子 如果你拿到你的簡報裡面也好 或者是有底圖的文件的話 這樣不是很難看嗎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把它抓下來 你看我把它用PNG 我存給你看 好 我先把它放到暫存裡面 OK 那不管你是打開這個簡報檔還是 就是我用這個簡報好了 好我們把這個 不用我用剛剛那個好了 在這邊嘛 這不是有個圖嗎 我把剛剛那個 暫存的PNG 在這裡 我就放到它裡面去 沒有進來 我從這邊好 插入圖片 其實您在那個 握的裡面 都一樣 都一樣的方式 那 找到這一張 好 好進來了 重點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我放上去之後 是怎麼樣 是不是透明的 而且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剛剛這個禮物有沒有陰影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點點陰影 拿過來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陰影 陰影是透明的 你了解意思了嗎 因為用PNG這種格式 這個也是共通格式 那它比JPG來得好的 就是它可以帶這些透明 那我們要介紹那些圖戶給大家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那個上面 大部分都是這種 PNG有透明的 所以以後您再用會比較好用 好會比較好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所以 您 不管是用在簡報 用在我們這個線上的這種版本 用這個有沒有 好我這邊一樣可以插出圖片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PNG的 那就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而且它透 就不會有那個 弄的情形 就是疊到人家的情形 沒有底色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也不錯 這就是比較向樣圖檔 像老師有用過Office裡面都有什麼 那個叫做美工圖庫有沒有 請問你用爛了嗎 老師用那幾個 除非你可能到它線上去找 不然在你自己裡面就是那些嘛 那這個呢就是Open的 就是Free的 所以你可以到這裡來找 那這裡呢我都有先開好了 在Open的 在這邊這裡 像我剛剛 這個 這裡 好你可以用關鍵字去找 一樣 那這邊呢 像 比如說這個是什麼 OEU Fit 這個是那個 這個叫做 油的什麼 濾芯喔 好 你看 這裡 就可以 就可以下載 有沒有PNG 它還可以做線上編輯喔 因為這是向量的 點一下 這個雖然看起來你覺得黑黑的 其實不用難過 因為這個你存下來它就是透明的 旁邊 旁邊就透明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直接把它存下來就好了 好所以 像這種小插圖啦 其實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堆 找到一堆 最重要就是 老師你要知道這種PNG的格式 這樣會比較好用 會比較好用一點 所以 這個 像在這邊 我就把它 插入進來 五片 好 有沒有發現是透明的 因為很大張 齁 所以 你這樣應該就比較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跟各位介紹PNG 嘿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老師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齁 那幾個 內容的話呢 那幾個 網址 我等一下會把那個 離線的簡報檔給各位 好不好